所以現在法庭或許多了 提倡一個Joint Custody 即是共同撫養 共同撫養是針對我剛才說的 小朋友的重要大的決定 其實法庭都希望大家可以 父母坐下大家商量下有談有談 本作都是為小朋友的利益出發 其實這方面我自己的經歷 當我解釋給客人聽 我試過一些個案上來時 客人當然是很不開心 要面對這件事 甚至可能有些是憤怒 亦都說預備了要爭得很厲害 但當我解釋給他聽 他都願意用共同撫養 亦都成功與另一方同意了 因為如果無法同意的話 是極度痛苦的 因為現在的機制 法庭會即時要求社工介入 做一個社會調查報告 社工會做很多次的見面 或者是家房 例如他會見過小朋友單獨地見 見過小朋友和爸爸在一起 看看他們的相處如何 或者管教如何 見過小朋友和媽媽在一起 見過小朋友和爸爸 甚至爸爸的家人 日常會見媽媽 爺爺 亦都會見小朋友和媽媽的家人 你想想一個小朋友 見這麼多次社工 就算他只有幾歲大 都知道發生甚麼事 所以其實對於他的成長 是很大影響的